拿着铁锹用力敲 头戴安全帽的可疑男子 趁着深夜娃娃机店没人 破坏换零钱的兑换机 过程中还不时回头 东张西望 生怕被人发现 用铁锹敲出一个大洞后 嫌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将兑换机的外壳扳开 为了避免留下指纹 还刻意戴上黑色手套 得手后转头就走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最后还是被警方锁定行踪 犯后迅速骑机车离开现场 证明理性嫌犯 有窃到毒品多项前科 一贯的犯案手法 就是趁着深夜四下无人 到娃娃机店 敲开兑换机窃取现金 就连骑的机车都是偷来的 犯案后便将机车 丢弃路边逃逸 询线通知他 他答案说明 他也坦诚不会 犯贤是说 他将窃取来的金钱 再拿去夹娃娃 也花之待金 窃贤因为长期吸毒 失业缺钱花用 动起歪脑筋 下手行窃 虽然落网后不断道歉 甚至希望能和解 要对方给他一次机会 但已经多次出入监狱 这次苦苦哀求是真心 还是打背琴牌 博取同情 恐怕得打上一个大文号 记者詹长生 温三言小组 新闻市报道 大家应该随后不断道歪